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将毛泽东诗词为大家玩笑的一句话 大家又想笑又不敢笑 所以呢 毛泽东诗词实际上民间有很多很多的解释 可能已经逃离了毛泽东的本意 对吧 这次呢 为什么我讲的毛泽东诗词呢 主要是因为这个李治隋医生讲到毛泽东诗词的一首诗词 而且这首诗词呢 我们都听过 而且呢 外界呢 有非常官样的方解释 但是呢 李治隋医生一解释呢 哎呦 打破了我以往的完全的这个信息和传统的观念 那么这个呢 我们还是留在这首诗讲啊 我们现在呢 刚才这个 上次说到了 毛泽东诗词这个给这个江青 写了一首诗 这首诗的话呢 这个 这个我们现在 先先说一下 这首诗呢 我是怎么呢 早呢 我就会背 但是那因为那时候小 也不太理解是什么意思 啊 也不太理解是什么意思 直到有一天呢 我那时候大概 已经是 呃 二十多岁了 呃 二十岁左右吧 十九 这二十岁左右 忘了 我去爬这个 泰山 在泰山顶上啊 第二天早上呢 要看这个 日出 看日出 那么在泰山顶上 那个时候啊 泰山 泰山上没有 那个顶上没有这个旅馆 没有 就是干嘛 就是在一个大餐厅 特别大 这个大餐厅里边 然后呢 就 每个人 几个人 围一堆 几个人 围一堆 反正随便就躺在地上 就在那儿 挖一个大衣 你就卷这个大衣 反正你睡觉也好 或者你参加那个群 听人讲故事啊 聊天什么的 我就参加一个群 有一个人特别会讲 讲讲讲讲 这讲那些古诗词啊 还讲了什么 其中呢 哎 就说到了这个 毛主席诗词 这个仙人洞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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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词 我想呢 先把这个 这首诗词给大家念一下 何必要怎么样 你你念吧 你这个 你这个文人骚磨 看镜神 浪漫飞到斗人称 天生一个宣洞 你是学文科的 无限风光 再醒风 还是你呢 你比较有认为 我来 这首小时候辈子是 暮色苍茫看镜神 乱云飞度 傍晚的时候是吧 就看这个银刻松了 这看银刻松有什么意思呢 不明白 那个时候大概十七八九岁的时候呢 我不是去到那个 去登那个泰山吗 不是就泰山 十八盘上到泰山顶上看那个日出 哎 有一个哥哥在那讲 我听了 哎呀 他讲的呀 让我听他傻了 哎呦 这这理解怎么办呀 他讲了 什么叫暮色苍茫看镜松呢 你们知道什么意思吗 当时男的女的大堆都做呢 都是学成样子的 那年轻人 什么意思啊 好的女的就问 什么意思 告诉你 暮色苍茫看镜松就是 毛 老毛 他那说 那时候就说老毛了 文哥 老毛 在夜晚了 傍晚了 是吧 这时候就上床了 看谁啊 看我 一颗 镜松 是吧 只能是他的那个 毛的那个这个这个生殖器 毛的生殖器 当时我的毛 这怎么解释 怎么解释 这这静松是毛的生殖器 那你说那时候胆儿也够大的 在小圈里就敢说这话 看镜松 然后第二句 乱云飞渡 仍从容 什么意思 乱云飞渡 我以前我 为什么乱云飞渡 乱云飞渡 我可以理解 在那个 在山顶上啊 那云在乱 什么叫仍从容 什么意思 不明白 他讲话了 乱云飞渡 过去啊 在这个古代的这些文词里边 乱云飞渡 乱云的意思就是 云语嘛 是吧 云语之欢嘛 云语之欢就是 就是性交啊 就是云语之欢 乱云飞渡 仍从容 就是老毛就是我 我还是特棒 那意思 哎呀 我就 非常的潇洒啊 一点都不累 非常的 非常的那个那个 有气度 非常的棒啊 哎 人从容啊 天生一个仙人洞 天生一个仙人洞 什么意思 因为我们都没有到庐山看见过仙人洞 这个东西 哎 看见过 那这哥哥解释了 天生一个仙人洞 指着什么呢 指的是 江青 哎 女性生之气 哎呦 我说这 还要这么解释呢 这这这这有这解释法吗 哎 当时好多 我看着有那个女生那张嘴 啊 都看着听着啊 这个入迷了 我当时说的 我也听入迷了 我也知道不知道 不知道什么东西 我就听了 哎 无限风光 在前风 这哥讲话了 嘿 看看吧 还是我厉害 是吧 哎 看谁都不行 还是我 在在先风 还得看我的 这个意思 哎呦 当时 这是我第一次 听到民间的 这个对毛泽奇的这首诗词 这是这这种解释吗 以前我从来没有看过这种解释 但是后来 随着年纪大了 好多解释又太多 但是这个是我小时候 印象太深太深了 那时候也都懂事了 十七八岁了 都懂事 第一次听到这种解释 哎呦 当时我听了 第二天就开始出了 这这云 云在那个日出就开始出了 头天晚上 我们都是一大群人 挤着一块 特别冷啊 那时候也没有 也没有暖气 又没有 剩几个大炉子 在那个特大的大餐厅里边 就这么 很多年轻人 一群一群一群 有的就挤着膠碗 膠碗里边留在躺着边上 有的就躺着地上 还有一群像我们这种的 一群一晚上没睡觉 就都讲这些故事 然后他当然还讲了好多其他的诗词 比如他讲了那个苏小妹 不是谁来着 苏小妹啊 三男什么谁是谁是谁 反正我忘了 就是这个 就是讲的 那个也是一首诗 而那个描写 这个谁啊 那个脸长 就是那一滴眼泪流到 明年也没流完 就讲好多这种诗词 当时听到这些 这些大哥在那讲 我们在那听 其中这个也是一首 这就是这个毛 这个毛泽东呢 给江青写的 这个一首 一首 这个一首 这个一首 这样一首诗 但是非常奇怪 这首诗这么有名 这个《仙人动力》 这首诗这么有名 但是我好像印象当中 没有给他补成歌 也就是所有的这些 这个补歌的人呢 看到了这一首诗词啊 这这首诗啊 不知道该怎么 不知道这风格 该往哪方面写 我也曾经问过 有一个作曲家 我问他 就我那时候 我说这首 这怎么没人写啊 他说这不好写啊 你往哪方面写啊 他说不好写啊 这理解的 这不好 弄不好 出事 这写的 弄不好 江青 对我急了就来 不敢轻易动了 啊 当时这个我还有这个 有了后来写没写 呃成歌我就不知道 但是在我们那时候 我好像没有听到这这这歌 我不知道 呃 何兄你听到过这个 《仙人动力》这首诗有歌吗 你听过吗 没有没有 确实没有 好像没好像没有 我也问过问过 呃我的一些搞音乐方面的朋友 好像也说都没听说过 这个这个是一个呃 呃很很奇怪的一件事 因为大部分的毛主席的这个诗词都有 差不多有歌 哎 这个当时有一份叫马可 还是什么 专门写毛主席诗词的歌了 哎 很有名的一个作品 哎 这个呢 一段呢 也是这个呃 毛呢 给这个女性啊 写的呃 写的诗 呃 再一个呢 就是 这点呢 就是我们所不知道 就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呃 呃 一时候词啊 就是呃 普算子永梅啊 非常非常有名 但是呢 后来经理医生一解释 哎 让我大吃一惊 简直跟我们所看到的 完全不是一回事 听到的完全不是一回事 这首普算子永梅呢 是毛泽东的1961年写的 啊 1961年年底写的 在外边的解释呢 是说 因为什么匈牙利 还是什么 反正一个国际会议 然后 这个中国啊 跟这个苏联啊 这个掰了 掰了以后呢 苏联就撤 撤资撤人 把什么都撤了 然后这时候呢 中国呢 就陷入到极其的这个 加上自然灾害 加上这个 大跃进的 什么人民公社的 这些灾难 使得当时中国呢 有很大的这个处境 非常的困难 然后毛泽东写了 这么一首诗 啊 就是逆流而上 什么 那个 不怕艰难 指的是这么一首 一首诗 一首词 是因为什么呢 对外的宣传呢 我们看到的是 毛呢 在当时呢 在苏州的那儿啊 看到了一首 这个 谁啊 陆游写的一首词 非常有名 这个 这个我 我小时候还背 就是也叫 普算子 永梅 但是他呢 写的就是 就比较悲观 比较这个 低沉 毛呢 这个后来解释 毛呢 就是反其道而行之 是吧 用同样的排名 但是呢 意思呢 完全是正能量的意思 写了这么一首 这首呢 这个 诗呢 作为这个 我们小的时候呢 我们都 这个 都背过 都背过 那么 我想呢 先给大家 这个 读一下这个 路由的 普算子 永梅 因为后来 毛泽东是根据他 来续写的 这个路由的 普算子 永梅呢 被说 被说为 那是一个很 欺欺欺欺欺 爱爱怨怨的 这样的一首词 他叫什么呢 意外断桥边 寂寞开无主 已是黄昏 独自愁 更着风和雨 这什么 无什么 苦争春 无意 苦争春 一任 群发 当度 哪去 哪去 一望去 凌落 什么 凌落 陈泥 一座 凌落什么泥 眼座陈 眼座陈 只有 香如故 大概是这么一个 这个 这个东西 我也看不见 我眼睛看不清楚 这是那个陆游写的 这个陆游写的这首词 对 但就是有一点低声的那种感觉 对 你讲的就是一种忧伤 就是一种生死 一种困境 这个进入开无主 对吧 很寂寞 很孤单 然后 这个 没人理解 然后 他的凌落魂在枯息 对 所以他说 凌落 凌落成泥 碾坐沉 只有香如故 然后就是 生命的这样一种无常 所以就是 这种东西就是 文人的这种 无病呻吟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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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生命感滑也好 对吧 对 这个也就是 在历史上 很有名气 对 那毛泽东呢 在1961年的时候呢 就写了这首 不算子勇为 续他的 叫做呢 风雨送春归 飞雪迎春道 已是悬崖 百丈兵 游游花之鞘 鞘也不争春 只把春来报 带到山花烂漫时 他在丛中笑 这个我想说背负 这首诗比较熟悉 诗和词啊 就像我们中国人讲的 你收到 收到唐诗三百首啊 你基本上你就会写诗 为什么呢 其实易经就那么多易经 情华就那么多情华 只是词 你怎么走后而已 但是不同的词 不同的事 你走后发现意经就完全不同 如果你今天用计算机 当时我没有计算机 我们只是拉了老毛的诗词啊 就比较一下 古诗 就发现老毛的很多的用词 很多的易经 实际上是逆道而行 人家是这样 他就那样 实际上别人已经表达出了这种境界 我不知道 大概这都是三十年前的事了 三四十年前的事情了 我们当时 如果按照今天的说法 就是叫抄袭 对 他这个东西呢 是这个 1961年写的 1961年底下 1963年呢 公开发表的 这个发表的时候呢 意思就是说呢 刚才咱们说这个 是吧 在这个逆境当中 是吧 他在这个从中笑 叫叫逆境而上 这种的 可是呢 这个 在这个理智随意深刻解释了 完全不是什么回事 完全不是什么回事 这首词呢 也有歌 这首这个这个永雷 我们小时候的 这个听过这首词 这个首 这首歌我还 我还 我还 我还会唱 唱一句 不错啊 你真是文文团出来的 这首呢 这个李志隋医生一解释了 让我大跌眼镜 因为我们小时候学的 中开的1963年发表 都是说毛泽东带领了中国共产党 逆风而上 逆水而行 对苏联修正主义 反其道而行之 你再给我多大的困难 我都不怕 我都能够坚持到底 我还在从中校 不管严寒严冬过去了 春天就要来了 我们就这个意思 可是到了李志隋医生一解 当时未听 哎呦大吃一惊呢 怎么回事呢 李志隋医生跟我聊天 就这天我们聊天 聊了好几个小时 聊了半天 聊特别过一下 李志隋那天也特别的激动 还给我讲起来吧 你知道吗 当时也不管他们家孩子 怎么着都不管了 就聊起来 他就这段是怎么回事呢 是1961年呀 毛泽东的一个相好的女的 也是这个 他身边的一个女的 他呢 有点被冷落 被女的 被冷落 因为毛呢 李志隋医生讲话 今天带那女的 明天带那女的 他一大堆女朋友 都要命 今天更加好 明天更加好的 是吧 有的女的呢 不能理解 还闹 还闹 就是意思说 有个忙 那么 然后就教育 那么 这个女的 他跟毛的关系 也就有一段 有一段 关系还挺深的 后来呢 毛一跟别的人呢 就把他给遗忘了 他就心里挺不舒服的 可以说就是 按咱们现在讲话 有点醋 有点这个吃醋了 吃别人的醋了 于是乎呢 这一天呢 他就写了一首 这个 淋了 一首这个 路由的 普算子 永梅 给了毛主席 给了伟大领袖 毛主席 亲爱的伟大领袖 毛主席 他的心情不好 写了这么一首 淋了这首 就给了毛泽东了 所以你看毛泽东身边 这些人都 都有点文化 都被诗词 都懂这玩意儿 给了毛以后呢 毛就看了 看了以后呢 毛就笑了 哎 毛呢 想了想了 给他回了一首 就是永梅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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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蒜子永梅 毛是根据这个女的 给他写的 路由的 朱蒜子永梅 看了之后 然后 给他回的 这么一封 当然毛 写完之后 他可能自己也留了 这个 给他回了以后呢 这个女的当时就想给他发表了 这是毛给他写的 知道吧 这女的当时就给他发表了 想发表了 后来让毛给阻止了 毛就说 你就别发表了 你就自己留着就行了 结果呢 到了1963年 毛把他拿出来 就发表了 这个事情 以前我可真是不知道 这让我当时 他给我讲的 让我大吃一惊 哎呦 这位好家伙原来 风雨宋春归这么著名的一个 反苏的这么这么宣言这样一首词啊 结果原来是他给这个女朋友写 哎用上了 哎是这么一个故事 哎何兄你你你你这个故事你你你你你没听说过吧 这个没有没有完全没有 哎我也是哎呦这这个你你你觉得你觉得李智隆 医生讲的这段 有可信性吗 我觉得我觉得是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他不会瞎说的 我认为 哎 有个别的地方我可能会有点质疑 但这个我不质疑 我觉得我觉得李医生说的是正确的 不知道你怎么看 何兄 嗯这我我感兴趣的这是谁呀 就是啊就就我说这个这是也是一个女友 我知道这个女友你后来这个医生有没有告诉你是谁呀 那我不能讲名字这不行啊兄弟你这不能你不能这么这么讲话兄弟这这人家是生这个生生生生意的问题啊哈哈哈就像我那个那个那个你不是说毛主席是公共人物了吗 鼓出了历史这么久我们还不能公开 这个人家个人的事啊 身边我们有人的人还是 除非除非这个这个名字曾经登过那行啊没登过不好意思哈哈哈哈哈哈 比如说你比如说那个姓孟的 那他就你说了 那咱就不怕 这个他没有说自己 咱不好意思说 当时我们俩就聊到这个问题 他也说这个事 他也说这事是绝对是有 但是就是也是不好 因为这个人他不是公众人物 就这个人物他不是公众人物 所以不好意思提这个事 你是在这某个人呢 有幸我是对这个事件有幸 因为这个事件我以前从来没听说过 我原来就认为这是因为板书 这首词是写的板书的内容 结果不是这么说 是给这个女的写的 而且当时这个女的 他就想发表 后来没让他发表 你就想一想 您的父亲也是写诗写词写文章 那么写诗写文章 无非不少个来源 一个来源是古诗词 古散文 对吧 第二个是民间采风 那民间采风 那基本不就是流氓诗词吗 基本不就是黄色诗词吗 黄色歌曲吗 有几个不是 对吧 太多了 那这种东西在历史上也太多了 所谓民间小调 基本上是流氓调子嘛 对不对 那叫黄蠢过去叫黄蠢 包括过去的早期的戏剧 也都是很多都是黄色的东西 对好像不黄 老百姓好像就是喜欢这一口是吧 对另外一个当时的文化水准也有限 后来呢搞这些戏曲都是大家的文人 大家来搞 就这方面就就黄 原来我看你不说别的 就光那个花围梅 过去的那你看那个老的花围词 哎呦没法看 后来这个我们现在看的花围梅 这个这部戏的电影 这是我岳父给的重写的 把那所有的那些那些词 这些里边的里边的唱词全都重新改过了 所以非常的文雅非常雅致 老的可不行 那黄的够呛的 这些是黄色调 对啊对啊对啊 就是包括包括我们的这个老江喜欢唱的那个茉莉花 对不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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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那过去的歌也是什么美人窝什么的 那那那那那那那都很黄色的所谓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民间这么慌 中国的民间那么慌 哎呀我觉得其实也是很正常 过去历史的就是大家这就是生活嘛 他就是他的生活的一部分 因为中国中国过去历史上的那些生活 还是蛮乱的啊 就是过去讲荒芸无度 一个人多少老婆是吧 所以在这方面呢 这个文人骚客呢 也写的都是路骨的 也都写的很多骨 你可以看那些历史上 都很路骨的啊 那个那些包括李清照的东西 够雅的了吧 那里边也很路骨啊 所以这个呢确实有中国还是有有有有历史的 有历史的 现在也是一样 现在在中国呃这个唱唱歌啊 这些作词呃有好多也还是满 你比如你看那个二人传 二人传里边的东西那粉黄的 很多都非常黄的二人传 那我不知道你你对二人传有没有研究过 没有没有没有我对民间的东西接触的少了一点 等到我们就说哎你是搞文的呀 我认不过你应该什么时候签文的 不敢不敢不敢 在这部分接触的比较少 但是就是说就是后来的民歌所谓的民歌都是经过改变的 就是把一些黄色的东西给拉掉了变成了一些革命的东西 哎我给你弄了一个毛主席给你你也是给这个女人写的 这里是给这个江青的这个一个照片 这个提照他这个也是写了一首这个旗律 这个呢这个是我觉得比较革命啊 这比较革命就是江青呢当时好像拍了一个照片 是一个女民兵那么一个照片啊 然后呢他特别得意 讲到江青的照片有些照片还真拍的不错啊 哎江青就是先生弄那张照片也不错 还有我说这女民兵 而且这个这个女民兵这还后边还有故事呢啊 这女民兵那个呢就是当时毛呢就为了他这张照片呢 给他提了提了这个一一一一首诗 叫啊 萨爽英姿五齿腔 曙光出照 演兵场 中华儿女多旗帜 不爱红妆 爱不壮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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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有的也把他也有把他那个按照吟诗进去 但是我觉得这这还是有点牵挤了 按照吟诗说这就在牵挤了哈哈哈 这一首诗也有也有歌啊 小时候我们都学过 叫 想不想听一听一下 好 好 来一段啊 厉害厉害厉害 我们这些朋友啊 这样你这个你那个你还算好 就是比你年龄再大的一点点的人呢 就是职业职会啊 大家无话可说啊就可以是唱这玩意 哈哈哈哈哈哈 哎都会唱 那个时代没别的就是这些东西 所以大家伙基本上都会唱两句 嗯 很挺好意思 这就是这就是历史啊 等待啊 而且这个呢 我觉得还是要讲一下这个就是这个 呃 萨幌音子五齿枪 这个因为他这个题文 是为女明兵提照 是一个这个呃 呃 江青照的一个女明兵拿着把枪的 一张照片 嗯 我们我们我们冰的找一下这个照片 看能不能找得出来 江青 不是 他们讲不讲 后来就为了毛主席的这首诗词 和江青的照片 还有一部电影 我不知道你知道 叫海峡 当然知道 海峡 吴海雅演的 还记得吴海雅吗 吴海雅演的 海峡 就讲女明兵的 就是根据这个内容 然后上边给下达了任务 然后写了海峡剧本 就是为女明兵 专门为女明兵写的 就是这个 这是海峡里边的 海峡是不是这种照片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张照片 我看不太清楚 反正这个就是一个女明兵的形象的 这个是不是海峡 我也不知道 现在都顶不住了 但是海峡的 我想可能你们能找到海峡的 电影的海报 那电影海报 我觉得应该是产色的 应该是无海样的 一个形象的 一张照片 一个海报 这个呢 就是当时也是挺轰动的 这个毛也是 他给江青写了好几首呢 一个 这个仙人栋 还有一个这个女明兵 这都是毛给这个 给谁写的 挺好意思 但是呢 这段时间呢 这个李志隋呢 讲了一段故事呢 我觉得就是在1961年 哎对对对 就这个就这个 这个 就是这个 海峡这个 就是这个 啊 演演演演女明兵的 就是这个 对 这个谁呢 这个在这段时间呢 啊 毛呢 当时呢 压力很大 啊 在1961年 在1961年的时候呢 啊 李志隋医生 跟我说了一件事 就是 当时啊 这个 贺子珍 给毛 写了一封信 写了一封什么信呢 这个贺子珍呢 虽然不工作了 但是他到底啊 他是个老革命 啊 他是老红军的 啊 老革命 所以他非常的 有丰富的这个 政治受伤经验 啊 以及呢 他这个 有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分析 这个政治的这个 这个这个能力 他在1961年的时候呢 给毛泽西呢 写了一封信 就提醒毛泽西的 说呢 你要注意啊 身边啊 会有这个 王明氏的人物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这当年毛泽东呢 就被这个 刘苏的这派人 以王明为代表的 就是在30年代的时候 是吧 把毛泽东给整了 就是把毛泽东 夺了毛的军权 当时毛泽东是 红一方面军的政委 后来把毛泽东 军权呢 给夺了 啊 让他离开了 这个军队 到地方去了 啊 夺他兵权的人 是谁呢 就是周恩来 周恩来后来就是 接接接管了 这个毛泽东的职务 啊 是这个 红一方面军政委 啊 司令还是朱德 但是从此呢 毛泽东呢 就离开军队了 就没有军权了 而这个 赫子珍的军权呢 也被拿掉了 也没有 就就他们都没有 进权了 啊 所以呢 这个 赫子珍呢 就1961年写信 就提醒他 你一定得抓住军队 啊 一定要 警惕身边的这种 王明的事的人物 哎 毛泽东呢 还给他回了一封信 毛泽东回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 我身边啊 已经没有王明 是这样的人物了 啊 这些已经都让我给他 这个 这个 给他们下放劳动去了 啊 有的下放劳动了 有的让他们去 那个 劳动改造去 学习 办学一般的 给他们斗 告诉这谁 后来呢 不久呢 毛泽东呢 就 就 去上海 后来这个 呃 在 庐山呢 就是 见 见了这个 赫子珍了 啊 赫子珍还是 跌跌不休 让他要注意 啊 身边就是有人整你 有小人 你身边有小人 你要注意的 这些人要 要架空你 这一点呢 我发现呢 赫子珍跟我父亲 是一样的 我父亲当时呢 就有这种感觉 虽然他也 不在自己 在家在这 但是他呢 也感觉 我爸爸 说得非常清楚 就是刘少奇 啊 就是刘少奇 讲得非常非常清楚 那 这个 在这个时候呢 我看呢 李治隋的 呃 也讲到呢 他说就 他也感觉就是 主要是刘少奇 这样 主要就是 就就他们 这个架空毛 确实是 有这个架空毛 他们想让 老毛呢 就退居第二线 啊 基本上就是让他 呃 这个 承担这个 失误的责任 经济上失误的责任 啊 这方面的话呢 呃 老毛呢 其实跟李治隋呢 讲了很多 啊 特别是 讲到关于这个 呃 大跃进啊 人民公社 和经济改革 这些方面的话呢 毛呢 有他的完全的想法 这些方面 我跟李治隋呢 我们俩交流的 挺多的 啊 后来 呃 现在再看吧 呃 确实有很多 其他的解释 这些解释呢 外界人是不知道的 而且毛是一个 的确还是一个 蛮有思想的人 他也是想把 中国的经济 搞上去 这么一个人 啊 但是呢 他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呢 也蛮深刻的 呃 开始是仅限于经济方面 后来呢 就政治方面开始出问题了 啊 尤其是对他的架空啊 等等等等 他越来越觉得危险 呃 尤其是在1961年 贺子珍给他写了一封信以后 虽然他很潇洒的跟贺子珍说 没事 我不用担心 其实呢 哦 李治隋说呢 这个 这个毛 其实那时候已经越来越担心 这方面 啊 已经开始注意这方面 并且呢 已经决定 已经下决心 下决定了 要把刘老齐 他们这边拿下来 那么让谁代替呢 哎 后来就是用军人来代替 这一段故事呢 我们可能可以留到下边去 去去说 去谈 但是这 这个这段很重要 我觉得对于这个理解毛泽东 对于理解这个 中国的经济建设改革和经济的蓝图 那些想法 以及在中国的这些做的这些试验 啊 后来从经济转向了这个阶级斗争 啊 这些的过程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呢 讲出来 因为这个像李志隋医生知道这么细的人很少啊 而他讲的呢 我觉得还是相对来讲比较真实的啊 也比较客观啊 现在很多人讲的都太不客观了 说的就是呃 把毛泽东好像说的就是就是就是只只搞这啊搞什么整人啊什么的 其实这都是有过程的啊 而且是有原因的 然后这原因他没有办法了只好只好顺着 把他走下去了啊 这些都是有一些有一些具体的内容 回头我们呢可以这个时间之后再继续继续讲这些 这个政治方面的事情 今儿今儿讲那个 今儿讲那个 今儿讲诗词的事 但是我还是对你 未来讲的内容 更感兴趣 更感兴趣 因为 现在文革以后很多的解释啊 在我看起来对文革 对大妖精 对三反五反 对人民公事 现在又有一点过分的简单 而且这种简单呢 已经不起 你要么呢 就是这种简单 又是现在所谓的毛主 这般简单没什么意思 就是他单薄了 两边我觉得对毛泽东的批判 和对毛泽东的维护 都有一点简单 所以我相信 我相信这个李志尚先生 应该有他自己的一些思考 有一些观察 对他呢 有一些东西是真实的情况 我这真实的情况一定要给大家讲 然后真实情况后边呢 有一些他的理解 那理解呢 那当然每个人用每个人的想法 每个人每个人理解 但是另外也不是 但是这些真实的背景情况 大家需要知道 如果你根本就连这个真实的背景情况 你都不知道的话 而且毛都经过哪些手段 都经历过哪些 然后又怎么失败了 一步一步一步 最后从搞经济 最后变成搞政治了 从这个抓经济 最后变成抓阶级造争了 这都是有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而不是一件 但是确实呢 共产党呢 这个你也不得不承认 他们那个 在那个时候 要求的还是满盐的 这个好多人问我 说你爸这么老资格是吧 犯错误 到底犯什么错误 我无数人想知道这个内容 我今天可以给你们大家讲究 这一点呢 主要就是什么呢 就是在我父亲呢 他这个人呢 当然你一看就可以看到 共产党确实够严格的 确实够严格的 但是这个严格呢 历次的运动呢 有的确实是 很多都是非常过的 尤其是给你定量 你得抓多少人出来 没有你 你钱补你这个补上 这空才行 是吧 所以有的时候 这扩大化呀 这个过过呢 什么东西 运动搞过了 投了什么 这太多太多了 而且冤案错案 也多了一塌不足 是吧 他太多了 多了缺了 这个大家 57年反映 大家都知道这个情况 那我父亲呢 是怎么回事呢 他是 刚解放不久 我父亲呢 那时候呢 这个回老家 因为他们这个江西啊 凤新 我父亲是凤新人 这个凤新呢 这个离南昌也不太远 他我父亲是这个凤新县的 创党人之一 他们当年有三个创党人 而这三个创党人呢 那是那是1925年 那时候 其实他们是1923年就开始了 到1925年就 就是比较完整 他们是创党人 那我父亲呢 后来呢 他参加了农民讲题所到广东 然后又派回来 又成为国民党的成员呢 派回来做这个党部委员 这个 这个 那个时候是国库合作 其实他是共产党 但是他也是国民党 那 在这个 他们三个人呢 就是凤新县的这个创党人 可是到了解放的时候的话呢 那个另外两个人全死了 有一个在大革命时间就死了 有一个反正在那个中途也死了 就剩我爸这么一个人了 是创党人 只有他回去的时候 那你想底下的基层领导 哇 而且你要知道那地方都是彭姓 都是一个姓的 好多都是那家伙 家里边鼻祖过来了 而且我父亲他们那些人呢 当年他们那代人呢 都给杀了 全都给杀了 就他们那代人没胜多 基本没什么胜的 所以我父亲的辈儿就比较大 辈儿大 所以他一回去的时候 那底下就是 哇 家伙疯了 简直是 这我们鼻祖回来了 所以当时呢 就把什么呢 迎接我父亲 用什么迎接呢 当然那农村也没什么好东西 就黄土铺地 用黄土铺地 对 归条大道 会迎接我父亲 那我父亲呢 傻不拉击的 就在那黄土铺地上 就走过去了 知道吧 人家招待呀 反正就 这个事情呢 就成为一个什么呢 就是腐败 这刚解放 你就这么腐败 但是这个腐败 这个事情 当时并没有抓我父亲 就是并没有当时就处理 但是这个事情呢 可能有人抱上去了 当时可能也说了 我爸一顿 我爸说 这事真是 没想到 确实不应该 没想这事 老头根本没想这事 反正让他回去 他也挺挺满的 大家伙对他挺好 挺迎接他 这事呢 就落了一个伏笔 是批评了 但是当时并没有处理 这个事情 也说了 也说就是说 你这个共产党人 不能腐败 你就回老家 你弄得这么 这么破费 这么老百姓 怎么行啊 是吧 跟皇帝似的 你怎么能跟皇帝一样 因为过去 不服这个黄土的话 黄土不论就是 迎接皇帝呢 你这也太会了 王子东回去 也没有这案了 对 当时 但是当时并没有处理 后来呢 到了三五反的时候 出了 我爸爸他们单位 出了件事 什么的 在他们单位里啊 抓出一特务 抓出一些国民党特务来 这一下可下了 可了不得了 那这 这就犯大错误了 你这单位 这种情况很多 别说这个抓出个特务来了 当时就是 五几年的时候 有一点那个 有一点这个 这个有的国民党 原来是国民党的 军官后来投诚了 成了共产党的这个军人了 然后呢 说一些这个比较不好的话 难听的话 那么 当然也是实话 那么有些领导呢 就保这些人 说 哎呀 其实他们做了很多的贡献 只不过就是这人太直 说话的太直 是吧 别不要在意 就 就这样一会儿 那因为他保这个人 因为要把这些人打下去 他们不同意把他 有能力 还是应该用 这一项交换了 得 就这些领导呢 就保这些国民党的人的 这些支持的干部的 或者是 这个 有本事这些 这些人 有技术的这些人 你保他 那 你就要犯错误 就这样一批干部 有很大一批这种干部 就因为 就保这些国民党的人呢 这个 技术才呢 或者是 有文化的人呢 保他们 结果就出事 就说 其实保也就说了几句好话而已 于是乎 这些人就会 就是算犯错误 然后处分 降职 然后处分 这个有一大批这样情况的人 特别多 其实跟他们自己没什么关系 就说他立场 立场有问题 那我爸爸他们这单位呢 就有一个就是 哎 我们俩特别抓出来了 抓了他 那何了的 就上报 这闹大了 哎 那谁承担责任 那我爸爸得承担责任 因为是他当委 他是一把手啊 对不对 所以他就得承担责 承担责任 那就得给你处分 那这一下子 不单说了这个事 就把他那个回老家的事 也给犯出来了 虽然没有贪污 那叫腐败 是吧 你回去腐败 再加上这个 这个政治上的这个 用 重用了这个 这个叫什么 这个特务 我们讲特务 可了不得了 我家当时可就 闹大了去了 哎 老爷就因为这个事 算犯错误 然后被撤了 一扒到底 哎 从此一决不认 可是后来呢 过了那么一两年 哎 这事封城过去了 当时呢 那个城政人呢 就是江西省委书记城人呢 他跟我爸也是好朋友啊 因为他叫我爸过去的 他就觉得这事脑里有点苦 其实呢 后来一查那人啊 什么国民党错误啊 他就是在国民党里边干过活 什么三清团 在国民党当个小官 而已 根本就不是什么中统军统 都谈不上 是吧 哎 但是当时那可了得 那你特误啊 而且一打一刑 你闹那人也承认 我就特误 你想那时候 你一关一抓一打的 一下子 是吧 这种人 就是文人 是吧 那你就是什么 你说特误啊 我特误 你说 什么都承认 啊 其实后来一看呢 他交代最后交代半天 没有什么实际的东西 啊 就是在 也是属于啊 一打一抓一下 把那个人吓坏了 啊 后来一查最后 也不是什么真特务啊 但是呢 也当时也就这么处理了 当特务给处理了 最后一查 也不是什么真特务 啊 没什么实际内容 所以后来呢 这个成人也觉得 有点对不起我爸 还是应该 还是这个 还是应该处理工作 所以他有推荐 推荐给谁呢 推荐给高刚饶术时 哎 饶术时一看 不错 这这这 自己也好 什么都好 哎 给我爸爸任命 政府院秘书长 副秘书长 当时是啊 就是给他任病了 上任 这样就从江西调到北京 然后进到中南海 因为政府院嘛 那时候就进中南海了 哎 家里全家都搬进去了 多少家伙准备上任了 高饶险险 好还没上任呢 高饶事件发生了 回头咱们就讲高饶事件 这个 这个高饶事件 是一个重大的一笔 就是 对 李治随行 重大的一笔 跟他这个经济 政治 跟刘老奇 邓老平 还有这个 周恩来 他们也有 有 极其 极其密切的关系 所以这个 高饶事件 是非谈不可 我爸 就是 也受了 高饶事件 要不然出来了 就是 虽然那个 三反五反 那时候 就是特务的问题 给他整个一家伙 是吧 说他是 这个任用坏人了 是吧 就犯错 那就一妈到底 后来又翻上来了 这种干部很多 就是后来过几年 慢慢是过 就是又翻上 这种干部 很多很多 都翻上来了 那我爸也就等于 再次翻上来 好 一翻上来 高饶事件又来了 又打下去 这回一打下去 那就不是 特务的那些 那事可以过去了 因为那个 道理 他也不是说 百分之百 就完全赖我父亲 是吧 是赖一过 但是那时候 你用人呢 那你谁查那么清楚 这种错误 还是可以谅解的 但是高饶事件 就行了 因为后来高刚 自杀了 自杀 一杀 这个案就没法翻了 虽然我父亲没有直接受 受这个就是 不是说他是高饶 反党集团的人 但是由于他是 饶主持人认命的 所以的话 就把他拿下来 对高刚和姚沙石的这个事情呢 我们也讲过很多次 也出过好几本书 但是呢 这个仍然有很多事情 没有讲出来 尤其是对姚沙石 高刚还算讲得比较多一点 姚沙石到底是怎么回事 跟陈毅的这些恩恩医院 以后请你慢慢的讲 他在院子厉害了 所以不着急不着急 所以我们现在在进入55级 我说如果不注意北极 没有把这个彭沙的榨干 所以大家不要着急 慢慢来 慢慢来 留下边讲吧 好的 谢谢彭沙特丽先生 谢谢我们的观众 谢谢韩卫星 谢谢观众 再见 谢谢导播 谢谢 再见 谢谢您收看明镜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